白草我覺得舊技術上是OK的 可是因為對應到 又是一個秘密武器 一個小女生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結果會怎麼樣 有可能我們反而是被蜜軟腎 相較之下 將派出十一歲 常嘉寧迎戰的黃大維老師 可是信心十足喔 我真的覺得不用 我不用選誰有可能 所以我真的覺得不會啊 最後這一組要派出來的選手呢 我們的題目是隊長指定曲 就是由指導老師來指定歌曲 應該是說最壓軸的 最重量級的 我們首先看到陳建寧老師 這隊派出來的是 內蒙古的白草洛蒙 請出列 小白 你呢就是這個媒體 在我們第一次選秀 就報導你了 說你可以唱這個元Key 張宇生的歌 那此刻的心情 你們只領先一分 會不會很緊張 不會 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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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才怪是不是 尤其是剛剛老師講到 有時候這個比賽很奇怪嘛 你就是視覺上跟聽覺上 兩個可能都要顧倒 那個反差一大 分數會有一些波動的喔 因為我們黃大維老師 他出奇招 最後這一位是 你二十二歲 他只有你一半 十一歲的常嘉寧 好可愛喔 光是他這樣一出來評審 心就軟了 覺得好可愛對不對 有沒有把握贏 小長 絕對 絕對 哇 好看了 請問一下 小白唱什麼歌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 齊琴小哥的歌曲 那小長 吉莫先生 吉莫先生 曹澤的歌 十一歲的小長妹妹要來唱 這可厲害 那你好好唱 你有吉莫過嗎 沒有 這個歌是給我爸爸的 因為爸爸陪我這邊比賽 跟家人朋友 只能用那個電話聯絡 然後呢 他沒說過 但是我覺得他挺吉莫 小妹妹,你加油啦 只差一分 太好看了 小白,挺著臉啊 先來欣賞 常嘉寧,吉莫先生 歡迎他 做什麼都不對 才十一歲的常嘉寧 歌唱技巧就已十分成熟 但他自己卻有這樣的擔憂 非常好看 我不知道 我這個年齡產業 跟評審會不會喜好 我跟妳說 我也不想 我們不要想那麼多 我們本來就沒辦法控制 沒辦法想跟控制 他們想之外 所以我們就不要管他們 究竟小小年紀的常嘉寧 能否在最後一站 用歌聲征服評審 成功反敗為勝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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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摧毀 再想和淚 淚 我可以無所謂 寂寞卻一直掉眼淚 眼淚除了擅長頹廢 做什麼都不對 I'm not okay 我假裝無所謂 才看不到心被凝碎 願在愛情裡願殘廢 就會越多安慰 無論多虛偽 我也無所謂 無所謂 我也無所謂 人在愛情裡願殘廢 就會越多安慰 無所謂 無論有多虛偽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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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白潮表現好不好 在中場休息時 建寧老師也特地再驗收白潮落盟的歌曲 兵您該注意的地方 對我的真情不再 感情 隨便給 隨便給不好 隨便給 再拖一點 隨便給 眼看對手常佳寧表現優異 白潮落盟能拿出實力 為對上贏得勝利嗎 藍杭 嗯 裡錯 5 岂貝 8 暖和寂寞相遂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 不讓你的眼眸裡相對 愛的潮水已進退 我的真情不再隨便點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 不讓你的溫柔至餘味 我曾經愛過誰 慢慢習慣了寂寞相遂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 不讓你的臉夢裡相對 愛的潮水已進退 我的真情不再 愛的潮水 隨便給我 謝謝 今天聽到這個 我覺得每一組其實都滿盡力的 但是大家聽到最後一組 你真的聽出來 海綿寶寶也有他的憂傷 對不對 然後他投入了這個感覺 也會讓你覺得 這麼小 但是他領略到他那個年紀 可能有一點超齡的層次了 已經很厲害了 當然你要面對 小白要面對小長 這又是這個苦戰 但是他也這個 剛剛這個高一一拉上去 康康老師整個往後坐了一下 所以其實這一組怎麼評 我感覺最冷血的應該是 又要說我冷血嗎 好,比較冷靜 OK 兩位都是聲音條件很好的 但重點是怎麼樣活在這個歌裡面 那佳寧我覺得比較可惜啦 因為我覺得你聲音還是很棒 但是在這首歌裡面 你活得比較辛苦 因為你唱的東西我覺得太重 超過我能感受的東西 那我覺得真的來講 比較自然的是 《白朝落盟》 我覺得在這方面來講 反而就是佳寧可能要 如果是用《白朝落盟》這首歌的 這種唱法 比較平鋪直去的東西 也許反而會 會讓我們引出一種 就是在視覺上對你的 另外一種心疼 但是在這上面我覺得你表現 過於成熟多了一些 左岸老師覺得 我覺得小長真的是非常棒 可能我跟志祥老師不一樣是 我有在他的歌裡面 而且我覺得 你的爸爸真的非常的寂寞 因為我一直雞皮疙瘩掉了滿地 而且你的那個無所謂 我要無所謂的那個高音真的是 沒有小孩子會用那種位子 來唱那種高音 真的是非常的棒 哇 目前一比一喔 聽不出來誰高分 但我知道你那位寂寞先生 你的老爸 你知道嗎 我好像看到當年中式的六燈獎 如果小孩在表演 爸爸在... 爸爸媽在下面會很激動對不對 你剛剛第一邊要唱我可以 無所謂 你爸在下面這樣 對 整個是這樣 你知道嗎 用他的身體一起在跟你唱這首歌 這個婦女情生真的很厲害 馬上就要看分數了 首先是黃大瑋老師的 常嘉妮 可以拿到幾分 請評審按燈 常嘉妮的演唱 寂寞先生 得到的分數是二十四 二十四分 謝謝 非常高的分數 索安老師給了滿分 其他三位評審給五分 那麼還有這個志學老師的三分 接下來我們看看 白朝落盟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白朝落盟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 接下來我們看看 白朝落盟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白朝落盟 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 得到的成績是 二十三分 差一分 平手兩隊 在經過九回合的激戰 沒想到雙方在最後一刻 戰成平手 即將進行最緊張刺激的 三十秒輕唱PK 我會想到你